大家好 我是劉榮君 周材皮特 Gave up 你想要吃什麼 好了 最近疫情比較嚴重 那大家都餵在家裡 今天劉昂師偶師就教大家 如何在家簡單製作的 零失敗小食 今天劉昂師偶師要教大家做的 雞蛋麵粉煎餅 基本上在家裡都可以製作 那今天劉昂師偶師會分享兩種 一個是甜味的 一個是鹹味的 那至於你要怎麼做 或是你要加什麼料都可以 那我們現在做甜的吧 你所要準備的是麵粉 基本上任何麵粉都可以 但劉昂師偶師更喜歡的是中筋麵粉 那再來還有水跟雞蛋以及糖 你首先需要把水加入 再準備一個雞蛋 接著把你要的糖加進去 全部加在一起 和一和 攪到你的糖差不多溶解了 然後雞蛋也都打勻了 不用打到發 只要把東西混在一起 當然你攪得比較均勻會比較好 接著把我們的麵粉加進來 當然如果你怕你的麵粉會有結塊的現象 你可以用網子過篩會更好 接著一樣把它攪拌均勻 攪到沒有粉的顆粒就可以了 大概像這樣 翻麵糊攪到一個均勻化 然後有點稍微彈膝的樣子 這樣就可以了 接著我們來熱我們的油鍋 首先你需要加入油 用橄欖油或任何沙拉油都可以 但劉昂師偶師在做甜煎餅的時候 會比較喜歡用奶油 因為煎起來比較香 接著直接下麵糊 然後稍微把它煎表面 稍微有點焦香之後 我們再來做翻麵 千萬不要等表面開始熟的時候再翻麵 因為這樣可能會煎過去 就顏色比較沒那麼好看 好 這樣就翻麵了 那翻麵的時候就來讓兩面煎熟 稍微焦香就可以了 注意火千萬不要打 不用大火 接著我們就準備起鍋囉 簡單的雞蛋麵粉煎餅甜味的就製作完成了 除了基本的原味版以外 劉昂師偶師接著呢 教大家如何製作加味版 基本上加味版的方式也很簡單 一樣 這樣我們剛剛的麵糊準備好之後呢 劉昂師偶師會加入巧克力 把巧克力切碎 直接拌入麵糊裡面 攪拌均勻就可以了 接著一樣準備起一個油鍋 少許的油 接著呢稍微入一下鍋 再來呢 直接把我們剛拌好的巧克力麵糊 直接加進去 跟剛剛的雞蛋麵粉煎餅一樣 把它兩面煎熟就可以了 各位要注意喔 當你在煎巧克力的時候啊 因為巧克力會因為受熱而融化 所以火的溫度要稍微控制好一點 基本上你按起來它不會出 苦化的那種麵粉糊漆就可以了 OK 這樣就準備上桌囉 兩個甜味煎餅 一個是原味 一個是巧克力版本 好了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製作 鹹味的雞蛋麵粉煎餅 一樣 基本元素 雞蛋麵粉水 那因為是鹹味 所以會加一點 白胡椒 鹽 蔥還有紅蘿蔔 以及高麗菜 主要是增加它的口感跟豐富度 那首先呢 我們要先準備 紅蘿蔔 切絲 不用多 紅蘿蔔只是做一個配色使用 接著呢 切 蔥花 高麗菜 也切絲 切絲的目的主要是要讓你的高麗菜 在混合麵粉的時候 比較能夠容易的混到裡面 而不會說你高麗菜太大 這樣就很難去把它煎熟 接下來呢 我們材料都備好之後呢 就準備開始製作我們的麵糊囉 一樣 將你的水 雞蛋 胡椒粉 鹽 當然 鹽的量呢 依個人口味而定喔 那像流氧壽司呢 本身不會吃太鹹 所以大概就是5克左右 然後呢一樣 先把它攪拌均勻 再加你的麵粉 麵粉一樣輕輕攪拌喔 只要把它攪拌均勻 看不出顆粒氣就可以了 當你的麵糊 都混合之後 大概形成這種 有點水滴狀 跟剛剛甜麵糊 比起來不太一樣 是甜麵糊 因為它本身沒有加其他的配料 所以你可以稍微稠一點 那因為鹹麵糊呢 你大概還要再加你的紅蘿蔔 這樣把它混合均勻之後 就可以了 接著呢 我們準備起一個油鍋 稍微熱鍋 注意喔 一樣煎麵粉糊的時候呢 火千萬不要太大 因為有可能太大的話 你一接下去 它可能麵糊就會凝固 所以你就很難把它暈開 接著下我們的麵糊 加了紅蘿蔔跟蔥花之後啊 整體看起來顏色都非常的漂亮 好了 像這樣就可以起鍋囉 接下來就進入我們試吃環節囉 那吃著這種有甜有鹹的 雞蛋麵粉煎餅 要配什麼酒才好呢 來 劉昂壽司推薦這一款 來自德國式米特酒莊的 微甜Shopper Lacer甜白酒 那這一款呢 它是百分之百 用Riesling下去釀出來的 因此它的風味會非常的香甜可口 而且像這樣的不好的酒 基本上酒精濃度都不會太高 而且具有非常豐富的水蜜桃啦 花香蜂蜜的味道 非常適合這種夏天冰冰涼涼的喝起來 超舒服的 迷人的Riesling的香甜味道 而且帶有一點點的礦石的氣味 哇 超棒的 酸中帶甜甜中帶酸 讓你可以有開胃的效果 同時又有甜美的風味在裡面 接著我們先來試吃我們的雞蛋麵粉煎餅吧 先試吃鹹的原味 味道非常的豐富喔 有蔥花 有胡蘿蔔 還有脆脆的高麗菜口感 還有一口酒 哇 吃的雞蛋麵粉煎餅配上這一支 德國微甜白酒 真的是 絕妙的搭配組合 好啦 如果你喜歡劉昂壽司今天分享的話呢 記得追蹤劉昂壽司在IG 訂閱並且分享給你的好朋友 那有任何問題 記得在底下留言讓我知道喔 我是劉昂壽司 我們下次喝兩杯吧 冷掉了之後味道如何 其實它麵粉煎餅的好處是 即便它冷掉也可以當一般零食吃 那這樣甜的配甜的酒OK嗎 因為本身這一款 奧雪雷蛇它具有非常迷人的甜度跟酸度在裡面 所以基本上 不管是鹹的甜的其實都蠻百搭的 我在想這什麼時候才會說 哪里特地飯啊 你想要喝嗎 當然想啊 我在這邊等喔